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3号星期三对吧 然后呢 来了这个LadyM JLadyM等于在我们这号拉斯加斯开的第一家分店对吧 开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其实我们也知道一直没来 为什么呢 我们在纽约的时候觉得印象不好 纽约的时候大名领领啊 在纽约 然后我记得还挺贵的 它是100块钱还是120块钱一个cake是吧 在纽约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把它有名的那几个朋友我们都点多了 有一个是你吃完爱吃的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哪一个让我们吃完之后是爱吃的 是印象深刻的对吧 就没有了 然后今天主要前面去吃饭吃饭我点了一个水盆牛肉 然后呢 都是水盆没有牛肉啊 他不能说没有吧 有一点 但是这跟没有牛肉差不多 没想吃饱 没想吃饱一想 来这儿突然路过 就来这儿吃一个来 得了 就这么就来了 好吧 然后咱们试试看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开心我了 是吧 那个呢 叫这个棋盘的 是不是 对 我们尝上啊 我说呢 往里面一扎 觉得就差点事 你说他们是怎么有名的 不懂 真的不明白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挺 非常有名的idea 是吧 大名领领 尤其在留学生的群体里面 好不好 可能美国是真的没什么东西 然后刘先生的也是真的就是 不吃牛逼难受 是不是 然后对 跟纽约一样 可能比纽约还烂一点 要不你尝尝 我担心我一个人太偏薄 我唐人人开的那叫什么 什么大班啊 什么八二五多岁啊 也都是这意思 对 是不是 我觉得 有一些日式蛋糕店比这还细分一点 对 是不是 八二位型都比它好一点 对 但是这细致一点 这是 这是怎么说呢 就是反正就是蛋糕 你看它不好吧 你也谈不上 65分 纪国以上 是不是 等到80都有难度 对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美国人吃的甜品都特别的甜 他们做的很粗糙 然后有一个这种ladym 他们知道了 他们觉得这个做的挺细致的 挺好吃的 很高级 但是对于亚洲人来说 吃的本来就是这种东西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老美吃的那种 都是那种就是 抠甜 抠甜弄一口 鸽嘴里嚼半天那种 对 好不是来一个这个 他们就有点那个 对 就懵了 他们反正就懵逼了 没见过 就真的是 可能没吃过好吃的蛋糕 也就只能这么说 不然的话 根本有想过任何的饼 然后多少钱呢 这两个都是11块5一个 嗯 加一起一共是23 对 打上税什么的 24块钱 对 就这么的意思 好吧 好 然后 反正有点小失望 但每次的一件不失望 都挺失望 对 没有不失望的失望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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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